美國要求香港製造和出口到當地的商品 下個月抵起,產地必須標明為中國 有本港醫療公司指,還在評估實際影響 但會考慮拓展其他市場 王家彤報道 由香港製造變成中國製造,影響到底有多大? 由一半產品出口到美國的本地醫療公司 說香港製造原本有出口優勢 現階段正評估政策實施後的具體影響 但同時會開始部署,加快拓展美國以外市場的步伐 看不同地方的產地 因為我們7月初也得到馬來西亞的變革認證 所以我們也會去開東南亞的市場 由中小企商會直指,本港出口到美國的貨品 未來要按中國貨品稅率來交關稅,影響很大 所以說開始是要跟進貨品稅率最高25% 最低10% 大埔公園村有一間造女版的廠 老闆跟我說如果變成中國一部分的話 我們要給關稅是要給100% 即是說他們就沒得做的了 給市場佔他們的營業額是三分之一 如果你損失了這個市場的話 基本上你就兩隻腳就沒有了一隻腳 他預計未來會繼續有很多價不確定性 促使部分的工廠會遷離生產線 但相信為數不多 有線電視記者黃家彤不道